黑蒜頭來煮一鍋雞湯 早安 袁藝翔我叫艾媽Cand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想要用這樣子的黑蒜頭來煮一鍋雞湯 今天要用陶鍋來煮一鍋黑蒜頭雞湯 因為孩子們要回來啦 黑蒜頭主要的這個有保健的功能 就是可以消炎抗菌啊 發菌啊消炎啊 然後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保護肝臟啊 然後可以健腦抑制 最重要的是增強身體免疫力 我們家的阿爸說今天孩子要回來 所以我們要先煮一鍋這樣子的黑蒜頭香菇雞湯 然後你知道嗎 黑蒜頭是因為 它不會像我們一般吃的那個大蒜一樣有那個味道 然後會讓人家 譬如說有的人就會打嗝啊 有口臭啊身體會有臭味啊 所以這些聰明的這些生技公司們 他們就會把這個蒜頭拿去做這樣子的低溫發酵熟成了以後 其實它含的這個人體所需要的氨基酸還更豐富 而且不會有那種蒜頭的這種臭味 它就變得很酸酸甜甜的 蠻好吃的去燉雞湯是非常棒的 我們今天就用兩包蒜頭啊 就是兩大顆吧 然後我今天會再加進去一些這個 增強免疫力啊 既然要做就多一點 我今天又加了一大把的這個黃旗 然後我準備把它塞到肚子裡面去 黃旗 然後這是自家種植曬的紅棗 把黃旗紅棗塞到肚子裡面去 然後我們的黑蒜 這是我們的黑蒜很大顆喔 這個好棒喔 其實之前也有已經有做過了 我覺得這一家的黑蒜非常好喔 它的品質我覺得蠻OK的喔 我自己煮過了兩三次了喔 然後我把這個大黑蒜通通塞進去 有一點多喔 好像屁股的這一塊油 我把它弄出來 然後就把它塞進去啊 然後我們就來煮啊 這是養生的雞湯 啊沒看到 好我們用好了這一隻雞呢 我就準備一整隻給它下鍋啦 好啦就讓它慢慢的燉吧 然後我們要放一些香菇進去 對 這是我們的香菇 放個十多左右 我喜歡這種小香菇一口剛剛好喔 這個是這種很厚實的小香菇喔 它有一點像小花菇一樣喔 所以很讚的 我們就這樣子把它煮個一個小時多 然後就慢慢燜在那裡 就會非常讚喔 好我們看到現在已經水開了 我們把它關成最小火燜個一個小時左右 你看我這個旁邊幾乎都是這個盤子喔 這個熱氣就把它烘乾了喔 這就是我們環保節能的方式啦 好我們這個雞湯已經熬了 將餅半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呢 準備給它翻個面 翻身一下 哇你看雞皮都有點焦掉了 好我們再繼續讓它燉 好我們再繼續讓它燉 然後我把這個黑黑的雞 掛掉吧 好我們的黑蒜雞 燜煮了 用這樣子最小最小中間的火燜煮了一個小時 完成了 我們把它蓋上蓋子 讓它在一兩分鐘燜 全部裡面都是熱氣了以後 因為我們要分享所以開蓋 不然的話是不開蓋就直接熄火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把它開個大火 讓它熱氣整個上來 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熄火了 這就是我們的黑蒜雞 增強免疫力殺菌消炎的好棒的黑蒜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感谢观看